历经三年筹划 六堆子弟张崇晶将历史文献转化为图像与艺术表现方式 以上千部漫画详述了六堆鲜民遇险抗日的事件 推出《六堆风云传三部曲》一书 重现1895年一味战争的故事 三部曲1895 它是六堆的一个三百年来 六堆最后一次它的整个组织瓦解 就是日本人来的时候发现说客家人这个组织太了不起了 六堆人太厉害了 所以他决定就是把它分化掉 然后把这个组织给解散了 所以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六堆 张崇晶说1895年马关条约后 日军准备接收台湾之际 在南北都有抗日事件 南部六堆长治火烧庄战役 由大总领邱凤阳率领六堆先民 遇血奋战是台湾抗日的最后一役 他希望透过六堆风云传三本漫画 吸引更多人来了解台湾近代客家重要史事 那这首部曲二部曲三部曲选择 主要是说从六堆的成立 为什么会有六堆 一直到六堆的瓦解 这个组织的瓦解 刚好纵贯了客家三百年重要的一个事实 那所以当时的想法说 因为我们客家历史 他本就比较生硬 那不太容易阅读了 尤其是年轻人他根本就不看了 所以我想说那日本很多漫画都是用画历史不是吗 什么画三国志水湖传啊什么的 很多用漫画来介绍历史 所以我想说那我们用漫画来介绍历史的话 应该会不错了 张崇津十年内推出三本六堆历史漫画 他说透过漫画可以让人很快地了解历史 也能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下个阶段目标是要出版客家民间故事 现在已着手搜集资料 希望能透过漫画分享客家庄的好故事 评论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